这个第一点就是网友常常一直询问 这一次我又被这个网友感动了 本来我想这个议题我不想要再继续说一次 但是这个他特别提到他调到外岛之后 对于外岛的各项事务非常不能适应 他再次问我说请问国军要如何调职 这个有关国军调职的问题 其实要分成很多个层面来跟大家说明 那我可以以最正常的调职方式来先跟大家说明 之后再跟大家说明一些段书 那第一个要调职的通常 我们最常采取的方式就是打报告 你单位你个人自己打报告上层 那报告内容呢你要打什么都可以 当然是以加累岸成功机率较大 所以几乎想要打报告调回户籍地的人员 几乎都是用这个加累岸的方式 用加累岸的方式打报告调整回户籍地 其实打报告你不一定用加累岸 你可以用其他的室友 但是问题是你用其他的室友 人家会让你调职吗 这才是重点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目的是调职 对不对 你当然要尽量能让上级同意你这个报告内容 让你实施调职才对 你今天你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部队与我关科不符 我要申请调职可不可以 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你说这个单位不是战斗部队 我想要去战斗部队历练可不可以 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问题是你打到军团级的时候 你打到司令部级的时候 他们会让你调职吗 还是直接在军团级就把你卡住了 有可能啊 那为什么说尽量用加累岸 因为加累岸人家长官会觉得原来你调整回户籍地 是要照顾年迈的祖父母 因为他们行动不便 或者是你父母亲有重大的疾病 所以你想要赶家附近的单位去照顾自己的家人 那当然会得到这个长官的认同 所以为什么说加累岸会比其他室友的 打过高上层的这个室友成功的几率较大 所以每个人再怎么样 都会用这个加累岸的方式来报告上层来实施调职 当然了加累岸他也不是说你一打一定会过嘛 那你如果跟上级的报告上面有分别有陈述说 你家里是因为这个例如主父母 他的行动不方便 年纪已经大了 行动不方便 所以他就需要你照顾的话 你也要有一个证明嘛 为什么他的行动不方便 可能是这个 这个膝盖是开过刀 可能是脚层筋出身或骨折 这个都要有相关的证明 那你如果说你父母都还很年轻 但是他们有什么重大的疾病的话 一样要出具相关四级医院以上的证明 比较能让人在幸福 你千万不要说我随便 我去一个小诊所开个证明 请问小诊所开的证明 人家会相信吗 所以我还是建议 地区级四级以上的医院 开立了证明 较为能够成为主寸资料 四级以上医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属立桃园医院 属立台中医院 属立台南医院 这个就是四级地区级的医院 五级当然是最好了 五级就是你这个医院是有附设医学院的 例如中山医学大学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等等 台湾附设医院 这个都是五级的医院 那你当然我还是觉得 以我担任这个人事人员那么久 大部分都是四级以上的医院 开立出来的这个诊断证明 较能得到上级的认同 较能得到上级的认同 所以你在单位 如果你想要吊死的话 最基本的就是直接打加累案 让长官觉得 你是要回去照顾家人 所以你才打了这个加累案 那他同意的几率就比较大 同意的几率就比较大 然后呢这个 也有人说啦 那我到部队什么时候 才能打报告吊子 按照正常规定来讲 不管你是士兵士官或军官 其实要这个阵值满一年 才能打报告吊子 但是但是 这个是规定 那有没有单数 当然有啊 对不对 我上次不是跟大家提示过 我自己亲身的案例 我有一次调职 就是上次的那个 故意弄我的那个调职 你看我调职到那个单位 只有不到六个月 我又调走了 你们一天觉得很奇怪 不是说 只要一年才能调走 我跟你讲 只要 只要这个是 上级承认他的错误 或者是有人 就是要你调职 你就算调去那个单位 一个月你也可以走 人令照样发布 有些人士的作业就是这样 你如果有长官 或是其他的压力的话 对不对 你要现在走也是可以啊 人令后補 也是有这种状况啊 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说明过 我曾经帮一个自愿意女兵 办理退伍 三天 三天哦 他礼拜五在吵说他要退伍 礼拜一 就直接礼拜一个九点多 电话季度就来了 先让他走 人令后補 所以如果真的要的话 如果长官真的要的话 没有什么不可能 所以有一个人哦 之前我还有粉丝专业的时候 每次都一直跟我讲说 调职的相关事项 然后他也查了很多资料 然后我都一直一直 几乎每天都会给我 至少五至十个问题 那我都很细心的回答他 但是后来他越演越烈嘛 每天问你越多 我直接就跟他讲 如果你有认识长官的话 你可能明天就可以走了 如果你没有认识长官的话 你这些话再问我一年 我的回答还是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就想说 那原来要认识长官才有很轻松 才可以调职哦 我不可否认 或许认识长官不快一点 那你说我认认真正的打 加雷案还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问题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三至六个月不等 不太一定 你要看整个公文往返的速度 你要看有没有职缺 你要看单位要不要这个收拟 等等的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问题 当然通常你如果把你的家里 承到这个司令部之后 司令部的承办人会针对你 想要调去的这个户籍的地方 针对这个个单位的这个人员现况 会帮你做调查 因为他看人事官的权责 他直接查线上的战缺就知道了 他可能就可以帮你实施调整 他可能就可以帮你实施调整 所以如果你要打报告上层的话 你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是说 这个时间可能有一点残 或者是可能根本就不会成功 也是有可能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只能说打报告上层 目前是所有调职里面最平凡 最正常的一种方式 也是这个机率 他真的要看了 尤其是那种北部要打报告回南部的 那个机率真的很低 为什么 因为其实北部跟南部 可能有自己的地域性吧 或者是不管城市的结构等等不一样 所以南部人签下去的机率比较大 你台北市新北市真正签下去 当职业军人的比例比较不高 所以会缺缘的几乎都是台北 因为他人就不够 但是大家想一想 不管是六军团十军团八军团 六军团还是要有人 他不能说五六军团就直接用我副基地的所有人满足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这势必有一些人一定是从南部或中部上去北部任职 那如果你说你想要从北部直接调整回去南部 机率大不大 不是很大 为什么 因为南部的人都满了 所以你真的是 如果你真的要从北部调回去南部 是有一点点难度 就算你打了100个加累案 你不一定会成功 你不一定会成功 所以这个第一个方式 我跟他说明的就是 按照正常的方式 实施调职的第一个方式 就是你自己打报告上层 你自己打报告上层 那报告内容 我在有一部片子里面 已经有跟大家说明了 整个报告的格式 然后里面的内容 然后怎么撰写 我上次都已经说过了 那第二种调职的方式 就是请对方发一个真调函过来单位 过步服务 这是第二种方式 就是过步服务 例如 例如我有一次去参加讲习 去参加示范 刚好跟旁边的人聊个天 那个是个少校 他可能是人事官 或是跟一个中校聊个天 他可能是科长 然后就聊得很熟 就互相流赖 然后科长也知道 这个能力怎么样 哪一方面很专精 那他们单位或许哪一个地方 刚好有缺的时候 突然想到我 他可能就会问我 我们单位有没有缺 我们单位有缺 你想不想要过来 我们这边认职 如果他那个单位很好的话 当然可以 你一定会想要过去认职 因为爽单位 谁不想过去 对啊 一定想的 那你可能就会请他 发真调函过来你的单位 然后让你实施调职 但是真调函 其实有几个单数 第一个就是 你如果真的有能力 请对方发真调函来你的单位 让你过步服务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知会你自己的连 营级的主观 连营级主观跟你是最密切的吧 那你今天竟然要有这种方式的话 你已经确定可以了 我觉得你应该先跟连营级的主观报告一下 为什么 因为当对方发真调函过来的时候 连级 营级主观都有权力可以阻挡你的调职 阻挡你的过步服务 因为他这个是真调函 他不是真调令 真调函的意思是说 我营级过去给你 希望你能同意该员过步服务 希望你能同意该员过步服务 所以我只要是连级主观或营级主观 我可以直接不要啊 我不同意 因为你看到的这个行文过来的那个公函 他会写说 请贵部某某某 过步服务 是哪个单位过步服务 对不对 那我可以不要让你过步服务啊 他说请啊 很请贵部谁谁谁过步服务 那是请嘛 那我不要啊 我可以不要啊 我是连长不准 可不可以 可以哦 我今天连长不用理哦 他直接说 随便一个理由都可以 反正他就是可以直接主长 把你这个文会回去 对啊 好 本部不同意该员过步服务 最好呢 可以 所以这种你有能力请对方发 声调函来自己单位的话 那你一定要先赠自己的单位的连级 跟营级主观 知会一下 为什么只有营连级主观 因为旅级主观 旅长他通常是营连级主观同意 旅长其实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他应该也会顺便同意 他应该也会顺便同意 所以营连级是跟你最密切的 先跟他们知会一声 不然呢 会发生一个很简单的情形 就是你也没有讲 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有什么能力发生 就要喊过来 那你就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最后公文来了 然后也拿到你手上了 然后你连级非常不同意 因为为什么 你没有知会我 你帮我当什么 你现在是拿对方的功能来压我 是不是很多连级都会这样觉得 你现在是靠对方官阶带来压我是不是 我就一个上位 你是故意要来压我 他是不同意口味 可以啊 很多都是这样 就是没有先知会 你就公寒来了 那心理会不好受 我再怎么样也是你的连长 我再怎么样也是你的旅长 对不对 那你现在直接请对方发一个过步服务的公寒 来到我的单位 那我心理当然不好受 所以这种过步服务也是一个调职的方式 没有错 但是千万一定要跟你的一年级主观先知会一下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说 那我跟我们一年级这样讲 他可能不肯 他是绝对不肯的啦 其实我只能跟你讲 只要你好好去跟一年级的主观沟通 沟通的话 我相信他们最后还是会放你走了 对啊 但是你要很诚心的去跟他沟通嘛 因为毕竟这种过步服务的 我为什么把它摆第二个 就是因为说 还是以第一种层到高上层调职的 比较属于正常 那你如果硬要叫对方发过步服务的公寒 也是可以啦 但是总是有人觉得 总是会让人家觉得 感觉不太舒服就对了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有过步服务的能力的话 你直接跟你的一年级主观好好沟通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会放人啦 会放人 然后如果真的不行就最后的方法嘛 请爸爸妈妈妈 我也常常跟这个阿兵哥讲 你如果真的打动不了长官 你再请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嘛 对啊 我相信爸爸妈妈如果真的打电话的话 再怎么样这个连长或营长听到了 也会想说好吧 既然爸爸妈妈妈也这么支持你 就让你调整吧 所以这个是第二种 就是请对方发这个过步服务的公寒 到你的单位 第三种呢 第三种就是比较正常的 就是参加各军司令部及指挥部 所抛开的抛出的人事分选 或者是各地区指挥部都有可能 各军团都有可能 这个各军司令部指挥部 或者各军团都有可能释放出一些 人事申请的讯息 那你如果知道了这些讯息之后 就可以这个符合条件的话 你就可以跟人事部门报告 一样这个也合作单位主观同意 跟人事部门报告 就可以把你的这个人员名册 上乘到上级单位去参加人事的申请 去参加人事的申请 但是这个人事申请比较 让人家常常诟病的就是 很多人都说人事申请是不是黑箱作业 是不是黑箱作业 其实我上次曾经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我单位有一个挂行政的上市 然后呢 他竟然通过人事申请直接调职 应该不能说调职 直接申请上了这个主计局的某一个上市职权 行政跟主计其实是不一样管科哦 他竟然可以从我们军种直接调整到主计局的相关单位 所以这是很不容易哦 所以当他那个时候要拿他的这个这个申选案来给我用印的时候 我那时候心里我用印很快 我只问他说为什么 他说我单位没有缺 他想要去那边才有缺 我二话不说盖了张 第二个时间就让他拿出去 我心里那时候我心里还在想说 可能主计你怎么可能掉去主计局 想太多了吧 不要想太多了吧 所以我就直接让他拿走了 直接去上层 直接去跑这个人事申请 没想到 所以过了一个月 他就直接跟我讲说他录取了 我整个晴天霹雳啊 但是我手底下也是很认真的一个人事士 非常认真 很认真的上市 我只是说他的能力真的没有比 之前后来有培养出那个人事中士那么厉害 因为那个人事中士 毕竟他的文书作业技巧比较厉害 甚至有乙级阵兆 所以他文书处理的过程 这个技术相当的纯熟 所以很难跟他比啊 所以他就真的过去 所以你说这个人事申请到底有没有黑箱 我只能说 如果这个单位他有办理理事面试 或者是口试的话 只要有面试跟口试都比较危险一点 为什么 因为没有说他自己的单位的人不能参加申请 没有啊 也是可以啊 也是可以参加申请 所以说有些单位 可能自己的单位在实施申请的时候 我是觉得学科方面 大家都差不多 只要你有认真看书 其实都差不多 重点是面试 重点是面试 请问你们每一次去参加任何的人事申请 最后会把所有人的成绩公布吗 不会啊 连大学连考都没有公布所有人的成绩嘛 这个申请也一样 没有人会直接公布说 这一次考选的所有人每个项市的成绩 对不对 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里面可以加油添数的这个几率就很大 但是我们相信每一次的人事申请都是非常公正的 都是非常公正的 那你说有没有人想要从中做一些技巧 可能有吧 你不要说我们军中的军事官兵的申请 你看一看聘务人员的申请 不是申请 聘务人员的考试 不是很多人常常都会提出一些很奇怪的疑问吗 那跟我们的军事官兵的申请一样 你觉得完全没有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只要有考试或是面试 只要是所有的成绩没有公布 就算是所有的成绩公布 还是可以错假 我是承办人 你今天考了59分 我把你加一分到60 请问有人知道吗 没有人知道 我是承办人 今天有一个人学科考90分 我把他登记80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请问有人会来月券吗 不会啊 对啊 不会啊 所以你说如果真的承办人真的有心要篡改成绩 有没有机会 其实是有机会的 但是我们都相信他们不会了 因为公开征选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他可能要很公平嘛 然后他也有编组嘛 当然从主任委员开始都一直有编组下来 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嘛 你今天真的让人家数月或是申诉了 结果一查案子 分数乱登 这些编组的人员都有相关的问题嘛 而且我还是要跟那些申选的单位讲 你今天让你的单位的人员进身上街 你的人数是不变的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今天有一个士官长 你自己经由人士申选案突然让自己单位的上市 进身了那个位置 那你全体的人数有改变吗 没有啊 你原本一百个人的部队 现在还是一百个人啊 但是如果你这个 公平的来时是这个申选的话 真的是部外其他单位的人申选这个位置 而且申选按照成绩分吧 他真的是第一名 让他申选上了这个位置的话 你的单位就变101个人了 所以再怎么办 应该都不会故意要黑箱作业 让自己单位的人进身吧 应该不会吧 所以我还是希望 这个各单位在实施人士申选的时候 都能秉持公平公开的原则 一定要公平 一定要公开 公开就是那种 你不要每次把这个申选案 上传到这个人士市场市的网站的时候 然后我只知道他报名现在两天 那你到底是要 要给谁报 对不对 那为什么有些单位会这样做 为什么每次有一些人士一出来 或是公文到单位的时候 已经剩下两天了 为什么 这个里面就有很大的操作嘛 因为有一些人士申选都要叫你准备很多东西 有的需要体检哦 那请问体检就算我单位今天 这个受到公文 我直接签案指给参谋长说我要去 参谋长的同意 我马上出去体检 请问剩下两天我的体检表会出来吗 不会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两天的迹象 第一个除了承办人不小心 延宕了他发出公寒的作业时间之外 第二个就是这个已经为人家量身定做了 怎么样量身定做 就是原本要参加这个申选的人 他已经做好了所有的东西 你只是等那一天你公寒来他把资料存出去而已 就是意思说他可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个体检的这个体检表 他也准备好了这个本职学能的成绩单 他也准备好体检实验成绩单 他也准备好了他的各项证照 专门等你这个职学开了之后他马上就要投了 所以这个通常都是有这样的操作很有可能也是 为某一个人开放了这个职学 所以只要这种每次公寒一到就剩下两天那一种 有没有 或是时间很紧迫那一种 几乎都是第一个承办人自己烂 很晚很晚才发出了这个公寒 第二个真的是为某人量身定做 我就是让你的竞争对手减少了很多 减少了很多那你就没有很强 有些人很强他来不及透明了 光是体检就要隔10天才能拿体检单 那你今天才抽到公寒 你才原来发现是原来国会部有一个 这个人事事官长的缺 我要去计算看一下截止日期是明天 请问他有办法准备那么多东西吗 完全没有办法 所以有些东西你看一下那个整个期程 你就会发现有一点问题 就会发现有一点问题 好这个是第三种 好第三种调职的方式就是人事争选 那我以上说到的这三种调职方式 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一定要单位主官同意你才可以去参与这三个调职 包含你打报告上层 包含这个对方发真调喊过来 包含这个参加人事争选 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要单位主官同意 很多人都说 可是我只要每次跟联统讲说我想要调职 我要打报告他都不准 或者是我请对方发真调喊过来 他也不准我走 或者是我想要参加这个争选 我所有的条件都符合了 联长也不让我去 那我怎么办 对不对 那我怎么办 我只能跟你说如果联长不同意 你以上三个是真的都没办法去 因为这三个都必须要主官同意才可以 都必须要主官同意 那如果你真的还是很想调 你这是不愿意在这种单位 你想要去自己想到的地方的话 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退伍办理再露营 为什么退伍办理再露营 可以调谈会 因为你退伍过后 你就是一个后备军人 那你利用后备军人的这个机制 办理再露营的话 我们这个各县市后备指挥部的服务台 都会请后备军人管理科的承办人 来跟你洽谈 来让你申请再露营的相关事业 那你如果是再露营的话 你就可以针对今年度开放的职缺 按照你的官阶跟专长 然后去选填你想要的单位 意思是说他有很多单位列出来 你可以按照你的阶级跟你的官科专长 去选填你想要的单位 例如我是通信 我的通信 我是一个中士通信士 那当好国防部电讯发展士 如果有一个中士通信讯 那你不就赚到了 你就直接填那个单位嘛 那你就不会说 哎我想要去拐市群 你就不会想要去通信群 为什么通信群要下基地嘛 电讯发展士不用下基地嘛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自己选单位 单位长官又不同意你调职的话 唯一的方法就是退伍之后 办理再露营 你在露营到各县市后备指挥部的服务台 去办理的时候 后管科的这个承办呢 会把今年度的各个阶级的原额 都让你知道 看你想要选填哪几个志愿 当然啦 你如果要选填一个志愿也可以 你要选填三个志愿也可以 都看你 如果选填三个志愿就是第一个志愿 人家不同意 或是已经被人家占缺了 那就没有嘛 我就选填第二个或第三个 所以这个是唯一让你可以自己选择单位的机会 但是并不是全国军所有的单位都有 只有当年度那个单位也有提出给再露营原额的单位 才会释放出那些志愿 我曾经在我自己的单位 也是曾经采放再露营的志愿 让人家来申请再露营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但是 有一个半数就是 当你办理退伍生效之后 你的退伍金领了之后 你如果再办理再露营的话 你之前的年值全部是重新计算 之前年值 因为他已经给你退休金了嘛 所以之前的年值 你之前的年值不能再让你并记 列入再露营之后的年值 所以这一点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你如果说不行不行 我就是要40岁就中生奉了 那真的就不行了 你如果突然25、27、28岁你才突然想要再露营 那几天的年值都没有算的话 你27岁进去到40岁也才13年啊 也不到你中生奉的年值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自己想说不行 我今生的愿望就是40岁我一定要拿到中生奉 然后出去大摇大摆快快乐乐过日子就可以 那你就不能用再露营这个机制 你必须就在你这个单位好好的待 这样年值才不会中断 因为你退伍办理再露营之后 年值是要重新计算的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地方供大家参考 那以上三个正常的事项调值的方法 然后就跟大家讲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退伍过后利用再露营的方式 也可以达成你调值的需求 以上几点就分享给各位 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太多人问了 这个就最后一次好不好 就因为这个外稿的人员 我看他是学的还蛮真诚的啦 那我在这里在最后一次回答各位 国君的调值到底要怎么才能调值 到底要怎么才能调值 谢谢